今天晚上主题叫放肆一下 爱心要放肆一下 接下来我们让气氛也放肆一下 没错 这样韩总好像要请到自己的两位好朋友 跟我们一起玩 接下来这个贾乃亮提出的一个 OK 没问题啊 是什么你要提出的这个挑战 我要提出的这个挑战是什么呢 是要跟我们所有的四叶草一起来玩的 现场所有的朋友一起来玩的 你们想不想玩 你先说是什么 叫做家人挑战 OK 好的 好的 太难了 韩总你要邀请谁一起来 韩总你要邀请谁上来 下面的那个好朋友太多 我觉得我可以和我们下面 上面的所有的观众一起 一起来 一起来 是吗 跟我们的观众一起来玩好不好 好 那全场我们一起 我觉得首先要不要派一个代表 跟我们预演一下 就是我们来玩那个 我们都是木头人的那个游戏 我们都是木头人 原来千玺的生日会上 是的 是的 他有玩过 没错 那我们就听跟着千玺的口令好不好 我们先预演一遍 预演过关了 我们再进行真正的假人挑战 没错 我再告诉大家 规则 天玺可以玩个传统版 我们先来 那我就先说 我们都是木头人 三二一 然后我们就不动好不好 好 五六七八 我们都是木头人 三二一 可以了吗 千玺可以发声音 让他生动 不动到明天了感觉 好了 我们现在玩正规的好不好 好 好 全场的朋友都有啊 一起玩 跟我们配合一下 只要音乐响起 大家听到一二三四的数字 马上就静止 再次听到一二三四的时候 我们可以 复原 还原 好吗 音乐响 全场都有啊 全场都有啊 全场都有 大家可以挥起你们的手来 今天最多的音乐 真的我们的舞蹈起起来 好吗 我们韩总也要跳起来 一 二 三 走 找一个最难的动作 一 二 三 动 我们全体台的观众们也动起来 一 二 三 停 一 二 三 动 一 二 三 动 一 二 三 动 这是一个齐活 这个跳 一 二 三 停 两个两个差不多了 够了 够了